黑心油也延燒到了江守山醫師創辦的自家產品因此中招 27號他到法院申請支付命令 向鼎心求償了10億元 法院今天已經裁捲 這個鼎心來提出自付命令 那你這樣子來講 他本身要付出的這個巨額的這個法院的 對抗命令的裁判費用就會高達100億台幣 那我認為這個當然有助於鼎心早日離開台灣 也代表法院了解這個下油廠商所受到的痛苦跟傷害 不過我認為鼎心根本不在乎台灣人所受的痛苦 所以他必定會提出異議 那既然他提出異議也希望這個法官在裁量 像這個魏銀蔥是否該交保的時候 也把這一點歷路考慮 江醫師與鋪子的香醇豬肉酥等產品 受到了黑心油波及 影響到了6000多名的消費者 日前江守山到法院申請支付命令 30號台北地院裁准 魏家跟正義公司必須要賠償10億元 對於這樣的結果江守山說 這只是短暫勝利 希望鼎心拿出誠意不要抗告 而如果鼎心提出異議 就算總歷程可能要經過六七年纏送 他都會盡量打到底 要讓魏家感受到台灣人民的憤怒